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用比较器和敞效应管来检测单解电池电压的电路 这个电路用的比较少,所以在这里看到了,我们研究一下 它是一个五角的比较器,它的一角是输出角,四角是反向输入端 三角是正向输入端,二角是接D,五角是供电 这个比较器的供电是五角通过这个100欧的电阻接测试电池的正极 它的反向输入端通过200K电阻接测试电池的正极 它的正向输入端接下一节电池的正极,也就是本解电池的负极 另外,本解电池的正负极之间还通过一个51K的电阻相连 同理这个正向输入端接的就是本解电池的负极 因为这个电池是最高一节的电池,所以相对于我们最低一节的电池 它有40几伏的电压 它的二角是接D,接的就是我们下一节电池的负极 它的一角输出端接我们这个横流长管的三极 这个长管的圆极,它是PMOS 通过这个120的电阻接我们芯片的四角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横流源 同时这个电路还运用了几个A7进行线辅 这个A7的一个引脚是接这个二角 也就是第二节电池的负极 一个引脚是接供电,就是本解电池的正极 这个引脚接在我们这个电池的负极,本解电池的负极上 也就是这个三角上 使这个位置的电压最高不超过本解电池的正极 最低不低于第二节电池的负极电压 来保护这个芯片,不被烧毁 这个比较气加上电阻,与这个长管就组成了一个横流源 这个横流源呢,会随着我们电池电压的升高 输出电压呢,也会稍微的升高 当这个电压降低的时候,输出电压也会降低 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它输出一个电压值 然后通过这个A7线辅以后 这个A7线辅是一个引脚接D,一个引脚接3.3伏 然后把这个1.5伏左右的电压通过线流电阻 加到我们这个运放的正向输入端 它的反向输入端与输出端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缓冲放大器 它的二角同样是接D,五角是供电,供的是3.3伏 从它的输出端输出以后 通过这个1K的线流电阻线流 再经过这个A7线辅以后 这个A7与这个A7的接法是一样的 线辅后的电压送到单片机的ADC转换引脚 通过运放缓冲放大后的电压 最高电压在1.72伏左右 最低电压是在1.5伏左右 从而经ADC转换以后 就能够检测单解电池充电状态是否正常 这就是它的电路图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